背包 我們直播有問題嗎? 應該是正常吧? 今天這一輛車 冰式的GLC 應該是目前進口的休旅車裡面 應該是排名1、2它的折舊率最少的 那一天媒體在統計 保時捷的就是保時捷的馬康 有人應該正確的是念馬康 馬康的話它的二手車架 算是保時捷裡面折舊是最少的 非常的保值 那這台車它的外匯車進來的也很多 就跟前天經理有非常推薦的W205的C300 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都是目前這個二手車裡面流通率相當高 也相當保值的車款 那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 通常經理遇到的GLC 大部分是四驅的版本 之前的話也有遇到過的是二驅的 但二驅的比較少 好所以对应到前天 跟禮拜一 禮拜一我們好像有裝一台還是昨天 冰式的 禮拜一 是禮拜一 冰式的W205 那一天的話經理有壓這個桶聲 後面的桶聲給各位看 來那這個懸吊我講過了 GLC W205 W23 這三台車的懸吊系統 架構都是一樣的 可是注意看喔 這個阻尼它的軟硬度 我剛剛拿去測了一下它的阻尼值 跟W205差很多 一樣是我的體重 一樣的姿勢 一樣的地方 一樣下壓 這個軟很多喔 這個下壓值軟很多 那為什麼它會做這樣的設計 因為GLC它是秀旅車 它把阻尼的部分 尤其是下壓值 這個剛剛測出來 每秒0.2公尺的話 測出來的C值是150級而已 但是前天的W205 測出來是200多耶 非常的硬朗 所以這台車 比較少車友 會反映說 在慢速時候的一個乘坐感 不太舒服 比W205會少很多 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桶聲 但是也因為它的修理車 為了要讓它的行李箱的空間 能夠加大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話 上座的話有往下修正位置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桶聲 比W205的還要短了6公分 行程的部分的話是沒有短 主要是下方 下方它的比較短 所以在設計上 KT的話也設計的不太一樣 也是要因為它的長短度不同 所以也沒有辦法全面都跟W205共用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彈簧的話 前天W205也有提到過 懸吊系統會上部的這個機構 會設計的 橡皮也不用 KT的話有附橡皮 這個基座的話 塑膠座的話也不用 因為它原廠跟W205跟W213 都一樣意思 它原廠也有辦法可以選配 氣壓的懸吊 所以它的上部的這個機構 是跟氣壓懸吊的一些配件 氣囊上部的塑膠件 是共用的 可是啊 彈簧下支幣 跟氣壓的下支幣就不同 KT也有對應 氣壓所專用的版本 所以GLC的車主 不論你是二輪驅動的 不論你像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 不論你是不是有選配氣壓 KT都有對應的版本 只要下訂單的時候 特別跟我們的經銷商 指定您的車款就可以了 好 那這一個前面避震器 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個機構 這個機構很特別 因為它這裡是市區的嘛 所以它這裡要穿過一個傳動手 所以這個的形式比較特別 那這個的機構啊 比較早期喔 大概2001 這個車才剛上市 沒多久的時候 我的設計啊 我是把這個 做一個 磁心的鐵 下去做洗床 哇 洗到 那個洗床的 架工的時間啊 非常久 後來的話 就做了一個 開了一個模具 開了一個模具 給這台車使用 相對應的底盤 都能夠共用了 所以這個 KT的設計 等一下可以看到 裝上車子的樣子 也是 開了一個模具 鍛造的模具 那 給這台廁所專用 所以它強度 也更好 完整度也更高 上座的部分 就 KT的話 也有附一個圈子 上座的話 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螺帽的話 也要用KT的 不要用 原廠的螺帽 鎖到KT的上座 它的牙不一樣 會把牙鎖壞掉 好這個是前面避震器的部分 那前這個避震器的品牌 都是 OC大廠 這樣對得到焦嗎 這是被視燈的 前面是被視燈 後面也一樣 最特別的 就是剛剛經理壓的 這個後面的阻尼 很軟 不像 應該不像軟 這個就是一般 歐系車平常的阻尼 如果這台車是日系車的話 它的下壓的C值 會比150幾還少很多 所以它是歐系車 所以它的 就介於中間的位置 那W05是250幾到260左右 就非常高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KT裝上車的樣子 上座 上座的話 後上座要沿用原廠的 它這一個固定的 上座的位置 因為行李箱的位置 所以它有往下移 所以它的相對位置的話 會比W205或者W213還來的低 所以它這一個點 到這個點的位置 也就會少得6公分左右 就是因為 這個要讓它測試裡面的空間 能夠加大 那所以 當然也有比較好的地方 也有比較不好的地方 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變成我們在調整 鼠尼的時候 需要把便卸下來 是這台車 因為我也很想把它設計成 能夠在這裡做調整 但是它的長度很短 如果一昧的犧牲的話 它整個乘坐感 就會犧牲掉許多 所以它這台車 變成可調整的機構的話 要再把它塞下來才有辦法做調整 彈簧機構在這裡 所以這個下肢幣它有分彈簧式的 或者是氣壓的結構 它下肢幣不同 KT都有可以對應的零件 後面的彈簧 還有上部的調整機構 這裡的話應該拍不太到 這裡有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的話也是 就是因應它的一個基座 KT開了一個模具 跟剛剛的前腳一樣 都開了一個專用的零件 給這些車系來使用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但這台車跟205跟213 都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如果車高有要降的特別低的話 經理會推薦 會推薦這支 這支是上面的羊腳 但它的在定位時候 豎腳這個角度有辦法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輪胎 這個角度叫豎腳投影 這個角度 原廠在下肢幣的內側 有一顆螺絲 可以做這個角度的調整 但在調整豎腳的同時 Camber也會稍微做調整 可是調整的幅度不大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 像這樣多靈感的懸吊系統 它的輪胎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前輪也一樣 後輪也一樣 所以內側會磨耗得比較快一點點 如果降幅比較多的話 就會建議要改裝這台的羊腳調整器 像經理自己的車子 車高都沒有降低的時候 前輪就吃得還蠻嚴重 前天的那個205的影片裡面 有跟各位來做介紹過 就是可以翻譯一下前天的影片 後面的就是這一支 前面的話是上三角界 這是後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介紹 前方的話 這裡要閃過這一支傳動手 這裡有一支傳動手 所以它的仰角結構比較 前腳的結構比較特殊 那這個前腳就是剛剛經理所介紹的 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開模具的 一個鍛造的基建 然後它的角座就在上方 彈簧的話是配置12公斤的規格 12公斤 那今天想要降低的車高 大概會剩下兩指幅左右 上面的話跟205一樣 它會有一個試蓋 它這裡會有一個試蓋 兩邊試蓋打開的話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調整的時候 這一邊 跟駕駛邊的話 一定要做對稱 那這一顆引擎 就是2.0升的渦輪引擎 現在都是把 吸液速把它大概壓縮一點點 然後用渦輪化 讓它的油耗狀況的話 能夠更理想 那KT的用料 當然也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是用義大利IP的鼠泥油 日本最棒的NOK油封 那這些零件的話 都是可以拆修的 像剛剛原廠可能用了8萬公里 10萬公里 它的鼠泥油裂化 那就不能用了 那就整套都要丟掉了 但KT的話 可以針對防塵套也好 或者是饅頭也好 或者是它的桶生的 裡面的鼠泥油裂化 都是可以把它拆解 然後翻修 像昨天我們好像有一個 台南的車友 有來翻修POLO POLO的話也好像裝了好幾年 都是可以拆修的 然後如果 不確定 KT這樣的避震器 是不是適合各位的話 歡迎 可以跟我們小編預約一下 因為我們 北區 中區經銷商 北區經銷商 還有北區的 業務那邊 直營店 還有龍潭那裡 也有電子 都是可以 提供實車 可以給各位來試乘 尤其是這台車 你看底盤跟 經理自己的車子 底盤是共用的 那也許有可能 修理車乘坐起來的感覺 跟轎車 有點落差 但是其實 都是可以當個參考 如果 KT乘坐起來的感覺 距離 各位的要求太多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放棄 當然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車款 像北區的話 有奧德賽 有Focus ST 還有 RAV4 沒有 有CRV的五代 然後有Civic的八代 有BMW F32 有FIT 還有 台中的話 有Focus的氣壓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歡迎 跟我們預約 很歡迎大家來試乘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